大家好,我是文瑞,昨天我在看自由亚洲的网站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,里面有一句话,就是有一个人接受采访,他说了这么一句话,就是再大的蝼蚁也只是蝼蚁,蝼蚁它的意思应该就是指普通老百姓了,那么大一点的蝼蚁可能我的理解就是指的中产阶级吧,中国社会虽然是老百姓,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资金,有一定资产这些人,怎么说呢,最近这些年吧,在中国社会确实有 有一些人吧,他们是有钱了哈,有车有房,然后夫妻俩的工资可能加起也得有几万块钱,然后那孩子可能也送到国外去留学,然后自己呢就是比如说吃顿饭就一千两千,买件衣服三千四千,然后经常能出国旅游,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质得意满吧,生活的还挺不错,但这些人当中吧,他们可能有些人是能够意识到中国这个体制存在的问题的,他们头脑是清醒的,但是也有很多人, 他们就觉得哎呀,这个体制非常好,正因为在这种体制下,他们才有了这样的这个收入啊,过得不错,然后呢就是以前吧,我也陆续吧,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哈,就跟他们沟通哈,就是他们在跟我沟通的时候,总是要摆出一副教育我的姿态啊,因为他们年龄可能也都比我大一些吧,然后就这么说话了啊,小伙子你不懂,对吧, 你这个眼界不够开阔,在韩国你待久了,对吧,你现在到中国去看一看,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,那韩中国的发展潜力绝对不是你们这个小小的韩国能比较的,对吧,现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多大呀,对不对,等等等等,那我机会特别多,对吧,我们你看在中国生活多好啊,如何如何,总是这样讲,然后我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说,因为我也不太愿意反驳吧, 很多时候呢,我觉得,就说大家能够沟通吧,高兴一点,我很多时候也就是在倾听,但有的时候我也多少说几句,我说,没有这个制度的保障吧,就是你们的这个财产也好,资金也好,房产也好,很多时候呢,表面看上去是你的,但是谁知道呢,那真正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,谁知道是不是你的,那他们说,哎呀,不是,现在中国政府都很讲道理的,你到中国政府去办事,对吧,那中国政府那些公务员现在对我们都很客气啊,如何如何的,我心里想,那还没奢 设计到实质的利益,真正涉及到实质利益的时候,他们手里是有权利的,对吧,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,我心里这么想,那最近吧,就是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一个消息,就是在北京这个昌平区有一个香肠村,这个村呢,名字虽然叫村,但是你看他那个图片啊,里面那个房子建的都是非常气派的,然后呢,这个香肠村呢,要,现在已经开始啊,被强拆啊,被强拆了,那么,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,啊,这个村里面现在住了有三千多户啊,将近一万人,还有很多老人啊,而且现在还是冬天,我不知道这个北京那边,就是昌平区这几年经常被强拆,而且都选的是很冷的天气啊,你说,你大家可以想想现在当地那些,呃,住户他们的这个情况啊,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,为什么要强拆呢,呃,这次还真不是说以前有,比如说有小产权房这个事儿,但是我不是说小产权房就可以被强拆啊,小产权房,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维护自己权利的,维护自己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了,但这次这个呢,好像真不是小产权房这个事儿,他给出的理由就是你们这些建筑是这个违章建筑,违章建筑,具体细节我没看到啊,但是你即便是拿来文件,在中国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,对吧,就是说你违章,你就违章,没违章,啊,也违章,对吧,说你没违章,就没违章,啊,违章了也没违章,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,对不对,说你违章了,你还能怎么样,人就给你拿出一个文件来,说你违反了哪条哪条哪条规律,你说老百姓上哪儿去说理去啊,对吧,我在韩国,在韩国的企业里面,讲个就是韩国的一些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士,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社会,是吧,就是, 什么检查卫生啊,什么检查安全问题啊,一查一个准,哎,就是给你找难题,对吧,就想达到他们的利益,他就想把你们的利益变成他们的利益,对吧,因为他们手里有权嘛,他们嘴大,你能说出来什么,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,你说这个,像唐村的这些老百姓能怎么样,现在已经开始了,我看新闻已经开始,强拆了啊,即便这些老百姓,你看他们也活得挺体面,住的房子挺好,还有好车,但是面对这样的一种,这个, 强制的强权,他们真的没有办法,这几年,昌平区那边好像很多房子被强拆了,包括小产权房在内,对吧,但是这些人,他们能怎么样,这就是我这么长时间的观察,你说,这个房子违章,这个话不是非常可笑吗,太可笑了,为什么,那违章的话,你说盖房子,他可不像我出去卖鸡蛋啊,对啊,我出去卖白菜,我上午去了,对,你没看着我,那我就卖了,对不对,我这里虽然没有什么,没办什么证,那我就卖了, 我能做到这一点,但是你说你盖房子,你违章,房子广盖起来,就那个村,我看一下规模挺大的,三千多户,你广盖起来多长时间,不得有几年的时间了,对不对,再加上这些人住还住了那么久,是吧,那你要是真违章的话,那当地政府都干什么吃的,他们就不知道这些人都违章了吗,这么多年过去了,到现在你说他们违章,就要强拆人, 这不讲道理吗,那不讲道理又能跟谁去说呢,还是那句话,即便你是中产,即便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,有一定的资金能力,对不对,那中共说把你的财产抢过来,就抢过来,这个话有很多人不爱听,那本质上就是这样的,是吧, 所以呢,就是现在在当下这个情况之下吧,怎么说呢,中国社会的财富呢,这个越来越少,那么北京政府,北京政府它为什么这么做呢,原因很简单呢,就把这个房子拿过来拆了,然后卖地呗,这个就是卖地这个钱多多呀,是不是,来得多快呀,其他城市呢,可能现在这个房地产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热了,但是在北京呢,这房子还是很贵,村土尊金,它还是可以赚到很多的, 这个利益的,就是这样一个情况,所以呢,就是说,我还是希望吧,很多朋友,特别是一些这个中产阶级的朋友,大家好好想一想,在当今这个情况之下,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吧,我一直关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现状,比如说农民的宅基地要开始收费,一些民营企业家被抓,然后现在我们得看到这个中产阶级,对吧,这个房子,我看到那里面那个信息,有很多老百姓真的是拿着这个, 房产证,跟他讲,我这是合法的房子,你凭什么拆,对吧,但是人家也不跟你讲道理,嗯,所以呢,整个在中国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啊,呃,财富呢,快速蒸发,政府吧,想要,呃,拓展这个就是,收入渠道,收入渠道已经很难了,那还欠了这么多债,那他们开始怎么动脑筋呢, 他们想的就是说,这个咱们这地区,我能管辖这片地区到底,钱在哪,对吧,谁还,谁那还有钱,他每天就琢磨这个事,然后这些钱吧,嗯,我们怎么能把它弄到我们手里,对不对,能找到什么理由,对吧,能做一个什么文件,搞一个什么规定,我们能把它弄过来, 而且我们看到,就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吧,好像还不是说,一得罪就得罪一塌便,都是从从,都是一点点开始,一点点开始,你看这个北京那边的昌平区强拆也是一个小区这么进行,对吧,然后呢,他在做的时候啊,没有被涉及的这些人,啊,那他们呢,还是继续岁月静好,对吧,好像对于这个发生的这些被强拆的情况,大家可能心里也有很有不满,但是大家都忍着都觉得这事, 跟我没关,对吧,可能不会降临在我头上,北京以外的人,那可能感觉就更不明显了,那是北京的事,跟我们这没关,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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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很多时候呢,没准,这个事就落到你的头上了,就是这样,嗯,现在吧,整个中国社会,就是说,把门一关的话,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财富呢,越来越少,你想内循环也循环不起来,所以呢,那些有权的人,他们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, 从老百姓身上挂油水,把老百姓手里的钱,变成自己的钱,你觉得,好像你现在过得还很滋润,但是你那个滋润呢,真的维持不了多久,没有民众真正站出来,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话呢,谁活的都不安,就是这样,啊,今天啊,咱们这个,就说到这儿啊,然后呢,下次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。